当地时间3月15号 美国一家小型飞机在返回南佛罗里达机场的途中坠毁 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受伤 据悉 飞机坠落时刚好砸中一辆行驶中的汽车 随后飞机爆炸起火 飞机上的两人当场死亡 汽车上的一名母亲和男孩被送到医院治疗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这起事故